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Sanyu 胡安隆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 我們繼續講剛才的PALITO的理應 即是鮮艷和經驗之間的關係 德里達是怎樣看的? 其實德里達是不可能這麼快 德里達是怎樣看這件事 應該說一下我們的知識是怎樣建立 這兩者有什麼角色 一般來說是會覺得經驗主義者 當然是覺得經驗最重要 資訊知識的來源都是經驗的 但經驗主義者就無法解釋為何有因果的關係 也無法解釋很多 即是他認為因果是假象? 他認為因果是習慣? 不是必然性 其實因果是一些時間先後次序的頻率高出現的事情 例如去到康德 康德覺得一些鮮艷的東西會統整世界的知識 知識為何可以有秩序 因為有些鮮艷的基礎 例如時間、範圍、有概念 如果去到胡塞爾 如果胡翠 你可能可以幫忙說胡塞爾 因為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胡塞爾其實都是承繼現象學的路數 對 其實如果說德里達 你很難不說其他哲學家 他很多都是說其他哲學家 馬爾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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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圖 馬爾圖比較近期 他比較後期 胡塞爾 胡塞爾、海德格、尼采 尼采 尼采 另外是霍爾伊德 剛才你說的 上次有這麼多 是 一個語言學家 薯薯 薯薯 剛才是幾個好主義者 另外又說盧梭 路梭爾、路梭爾的寫作文 他都是在有很多傳統中 或者是透過講一些傳統 閱讀文本來做出自己的哲學 如果回到剛才說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究竟 這個觀念 和經驗 有什麼關係 若以康德来说,可能认识不太重要 因为已经固定了 其实我们经验不到那个试验 因为物质身和现象界不可知 这个不可知和经验主义的不可知是不同的 经验主义的主要是他极端怀疑 他极端怀疑是连怀疑到连因果律和统一的自我都需要他怀疑 但其实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极端怀疑的同时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不怀疑自己的 其实有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既然如果经验论的人说 所有的知识只可以经验作为这个foundation的话 那你这句话又怎样去证成呢 如果这句话也是经验的话 就根本你就不成立了 你就自相矛盾了 这个就不是纯粹一个规则来的 就不是纯粹一个包咬颈 或者是小聪明式的这个诡辩 因为他确实这种结构 即理论是以自己 以所有的这一类理论 都是以自己作为唯一的例外 去开展他的理论 这种理论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总括他的特点 就是说他的理论基础就是 他本身的理论自身是一个例外 他才可以去开展他对于对象的理论 不过这个有点谈我话 譬如说回刚才的理念 譬如康德说回康德觉得这个物质真是不可知 我们只能够知道我们所可以知道的东西 他就将这个可以知道的东西画了界线 画了界线 他的世界就相对上 譬如以以识来说 他没有说到其实我们的意识到什么地步 即是说究竟这些观念 其实是肯定在意识里面呈现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都可以争论 因为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康德的世界观是相当静态的 因为你原来都已经是秩序化了 梅塞其实是想继承康德这个观点 就希望做到一个现象学的还原 所谓还原就是说他任何呈现的东西 都是呈现给你就是你所有的数据 他就想用一些方法 就令到他 其实都是将 他有少少好像迪卡尼式的 是将你所有的偏见 所谓对市民的 所以假设你全部都可以全而不论 令到你便知道你自己最基础的 那是意识结架 是的 是的 那个他叫做意向性 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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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地图 地图 其实地图可以画得很粗疏 也可以 画几个四方形 就当成香港的地图 也可以 像这样画几个岛 总之有这样的空间上的概念 什么都可以做出一个地图 或者画到一个很复杂的地图 海运线和岛的比例一样 都可以揭出一个很精细的地图 其实相对地图来说 其实我们似乎 这个想法 其实是如何 可以和我们在这个意识里面 有些解说 究竟意识是否可以 去到这个解读到这个想法 这是一个胡塞也 他都想去做的一件事 胡塞也其实一本书比较重要 其实前几个牌和Nelson都提过 他选择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本 也对Darid很有趣 他也回应了很多 也帮他写了一个介绍 它叫《Origin of Drometry》 《几何学的起源》 《几何学的起源》 其实他选择《几何学》 都有自己的恩友 他觉得《几何学》 这个是纯粹用一个空间去讲时间 《几何学》 《几何学》 但《几何学》这件事 又需要教导 他一教你便觉得自然是 你又不需要去反证 为何他不是 或为何我们三个人都教导 这跟我们刚才说的颜色一样 你不需要别人教你有颜色这件事 即是一教你就会懂 不是 《几何学》也是你一教 在人的认知 预先已经有了这个框架 他才能学到这件事 但问题是 例如《几何学》这个空间 和想法的关系是甚麽 我们可否透过这个 知道我们的想法是甚麽 即他的构造结是甚麽 是怎麽去呈现 其实这个也是胡塞尔 他一个之后的思想的进路 那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集再看胡塞尔的思想 下一节 下一节